你好,今天我们为你准备的书是 不纠结的世界,幸福人生的十二堂智慧课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一种心理体验,叫纠结 那是一种内心一团糟,非常痛苦 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不幸福不快乐的感觉 爱纠结的人什么事都能纠结起来 大到职业选择谈婚论嫁,投资理财 小到旅行去哪儿,晚饭吃啥 买这款衣服还是那款衣服 他们几乎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困于选择 难于内心对不确定性的挣扎 苦于对美好理想状态求之不得 纠结让我们做事拖延,瞻前顾后,身心俱疲 甚至开始厌恶生活 有办法能不再纠结吗?当然有 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书《不纠结的世界》 就来帮你建立一套正确的思维方式 让你学会理解纠结,面对纠结 再次遇到那些同样的问题 你会本能地做出反应,正确处理纠结 收获本应该有的幸福生活 这本书的作者是詹姆斯·范普拉 他是纽约时报超级畅销书作家 美国CBS电视台的著名制作人 还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热播节目 另一个世界的常驻专家 受到粉丝的热烈追捧 《不纠结的世界》这本书在美国刚一上市 就立刻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受到数百万读者的喜爱 这本书被引进到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 帮数千万读者治愈了纠结之痛 接下来我将为你解读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你将听到三部分内容 每部分都有四个知识点 也就是一共十二条智慧 第一部分我们说一说 纠结是一种什么状态 你将了解到导致纠结的四种负面能量 内疚、遗憾、恐惧和指责 第二部分我们一起向不纠结的人学习 你将了解到不纠结的人有四大特点 分别是宽容、懂得爱、直面障碍和积极行动 第三部分我们再来聊聊 如何让自己过上不纠结的生活 这部分是重点 你将学会告别纠结、拥抱幸福的四步法 分别是活在当下、黄金法则、看清自己和积极行动 现在开始我们的学习吧 首先我们说一说导致纠结的四种负面能量 通常我们更愿意把正能量挂在嘴边 对负能量避而不谈 好像每天装着满满的正能量就所向披靡了 然而负能量导致的纠结问题是客观存在的 就比如本书提到的四种负能量 内疚、遗憾、恐惧和指责 我们一一来认识 首先第一种负面能量 内疚 内疚与自己的过错相关 通常会放大自己的过错 当你深深地怪罪自己无法自拔的时候 甚至还会衍生出伤心、委屈、愤怒等多种复杂的情绪 内疚是导致纠结的一种负能量 它会让你将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悔恨过去 而没有精力去应付眼前的问题 我们来通过一个生活化的场景 来看一看内疚如何产生并扩大 周末你临时接到工作任务 原计划是陪陪孩子 但现在你只能让他自己玩手机 你感到不爽 自己休息不了也就算了 孩子也只能放一边不管 接下来情绪开始扩大 因为当你刚完成了工作 孩子又喊着饿了 于是你只能一秒不停歇地把饭做好了 可是孩子却埋怨你做饭不好吃 你积压了一天的坏情绪终于爆发出来 说有你吃的就知足吧 一天都在伺候你累死了 可孩子委屈了说 你哪里一天都在伺候我 你白天不在工作吗 听到这话你不知所措 你既因为没有时间陪伴孩子而内疚 也因为做饭孩子却不爱吃而自责 总之你这一整天都处于纠结之中 你看这就是内疚 生活中一件很小的事都能引起你的内疚 工作时间太长 陪孩子时间少会内疚 有了二宝陪大宝时间少也会内疚 而且除了跟孩子相处 跟其他家人 包括职场中内疚依然无处不在 父母养育你大半辈子 你无法回报 你在工作中粗心犯了错 影响了整个部门的业绩等等 都会让你内疚 不过你要知道 内疚感似乎是我们所有人 都拥有的情感之一 而且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清楚 如何来改变 通常我们会抑制并学会接受它 因此虽然内疚会引起纠结 但往往是短暂的 人们原谅自己比原谅别人要容易 接下来我们看看 导致纠结的第二种负面能量 遗憾 所谓遗憾和内疚一样 也是一种指向过去的负面能量 遗憾的人很喜欢说这样的话 如果我当时怎么样了 现在就怎么样了 比如 如果我当时对那个男生勇敢表白了 我的人生会不一样 如果我当年嫁给了另一个人 现在的生活可能更幸福 如果我考上了北京的大学 我现在就不用发手北京户口了 这话听起来挺欺人的 开具玩笑讲 如果你长翅膀 你怎么飞不上天呢 当我们一遍遍地在脑海里 回想起过去的时候 我们总觉得我们错失了这放弃了那 头脑中一共存不下多少想法 现在几乎全部想法都停留在过去 这就会导致你对现在感到不满 你会把过去遗留的问题带到现在 一边感到缺失 一边想去弥补 这会让你和现在的爱人产生误解 甚至争吵 也会让你对当下的工作失去激情 遗憾更可怕的地方还在于 它让我们在漫长的生活中 逐渐变得意志消沉 自我哀怜 对外界充满怨恨和愤怒 对于遗憾这种负面能量 我们必须意识到 过去的事其实我们以无能为力 俗话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我们唯一可以改变的是你正在做的事 比如你现在心怀遗憾很消极 但如果从下一秒 你强迫自己不要受遗憾的影响变得积极 你会发现这也没什么难的 下面再谈谈第三种负面能量 恐惧 恐惧会用不同的方式打击你 让你陷入困境 还会拖你的后腿 让你放慢前行速度 果足不前 恐惧的力量会拖住我们的后腿 将我们置身于困境中 恐惧不光是来自于当下的遭遇 还与过去和未来有关 我们分享一个书中的例子 有一个小男孩叫马丁 他从一岁多会走路那刻起 就处于恐惧中 这跟他的父母对他的教育有关 当他撞到了桌子 爸妈就会极其恐慌地把他抱起来 下学的时候 父母让他待在屋里 吓唬他外面不安全 唯恐他会弄湿着凉 这种不正常的担忧 让马丁对周围的人和事物 产生了潜在的不信任感 长大后 不管是上学 结婚 工作各种各样的人生选择 马丁都是畏畏缩缩的 既不知道自己该相信什么 也不知道如何选择 内心被这种恐惧萦绕着 极为纠结 现在我想问问你 你有没有这种内在的恐惧呢 比如 担心自己身体有潜在的健康问题 而吃不好睡不好 担心孩子早恋 而疑神疑鬼 害怕生活没有保障 拼命攒钱 遇到喜欢的衣服也不敢买 又或者 你认为别人都是不可信任的 你很难与其他人顺利合作 这些都是恐惧惹的祸 你在做事的时候 会瞻前顾后 非常纠结 希望读完这本书 你能放下恐惧感 勇敢的生活 在这个世界上 找寻到更多的爱和快乐 最后 我们再来看看第四种负能量 指责 我们在很小的时候 就学会了指责 长大后走向社会 虽然学会了伪装 但心里 还是会把很多问题 归咎于他人 比如我给你读几句话 这是一位妈妈 常挂在嘴边的几句话 你感受一下 他经常这样嘀咕老公 嫁了他这样的男人 不知道体贴关心人 也不会挣钱 嫁给他之后 就没想过福 他也会这样评价孩子 这倒霉孩子 跟他爸一样 都只知道自己想福 没人关心我 我好命苦 关于家庭 他还会嘀咕 为了一家人 吃得好 住得好 我一天到晚 忙个不停 做饭 家务 接孩子上学 放学 家里的水果 都不舍得吃 钱也没给自己花 都是因为你们 哎 心酸 请问 你听出其中 满满的抱怨和指责了吗 如果不拦着 他还会指责 同事是猪队友 指责老板 不懂业务 瞎指挥 这位妈妈 是一种典型的 受害者的思维方式 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他都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受害者 因为不想担负做错的责任 不想接受不好的后果 不想顶着巨大的压力 本质上是一种懒惰和脆弱 因为把自己的遭遇归咎到别人身上 比自我反思容易多了 但是 总是指责他人 并把自己当作受害者 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人 如果你不从自身出发 纠结的问题就永远不会解决 到这里 这第一个部分的内容就说完了 我们来小结一下 导致我们纠结的是我们的四种负面能量 分别是内疚 遗憾 恐惧和指责 相对于快乐 开心 爱 这些负能量往往给生活带来负面的影响 会让你的生活失去活力 离幸福越来越远 不过生活中也有一些人可以做到乐观 洒脱 很少纠结 他们为什么不会陷入这些负面能量呢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认识一下 不纠结体制是什么样 一起向他们学习 不纠结的人共有四个特点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不纠结的人 第一个特点是宽容 懂得宽容自己 也懂得宽容别人 首先 懂得对自己宽容的人 对自己不会那么苛刻 他们不会因为自己做错了一点什么 而深深怪罪自己 比如 我们前边提到过的那位 因为吼了孩子而深深内疚的妈妈 如果她对自己不那么苛刻 也不至于陷入纠结 其次 懂得对别人宽容 你就不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就斤斤计较 不会陷入埋怨 甚至仇恨 比如 你的老公总是不帮你做家务 你是选择宽容 还是选择记恨在心呢 如果选择了记恨在心 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可能你心里一直在犯嘀咕 都是你的错 你对不起我 我恨你 都是因为你 我的生活才会如此糟糕 记恨在心 会让你陷入了指责的负面能量 不纠结的人 可以做到对自己宽容 对他人也宽容 但你可能会说 宽容两个字 说说容易 真碰见让人纠结的事 谁能做得好 的确 就连本书作者也说 在这个世界上 宽容是最难学会的一刻 因为这意味着 我们放下尊严 选择宽容 我们虽然没有直接改变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但是却把我们自己从消极的仇恨的想法中解脱出来 这就是宽容最重要的作用 他不管别人只服务于你自己 可以让你放开那些糟糕的思想包袱 跳出负面能量 提醒自己要宽容 在实践中学会去宽容 这就是向不纠结的目标开始行动的第一步 接下来说说不纠结的人的第二个特点 懂得爱 你觉得自己懂得爱吗 这里同样包括爱自己和爱别人 当你懂得爱自己 你便会接纳自己的脆弱 自己的不完美 当你偶尔吼了孩子 你便不会深陷内疚 当你真正懂得爱你的家人 你会意识到 相互指责是最具杀伤力的 你会懂得和家人在一起 平安喜乐 柴米油盐才是最美的幸福 当你真正懂得爱 你知道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 眼前的才是最值得珍惜的 爱眼前的人 抓住眼前的工作机会 为了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 一点一点去努力 看到了吗 所谓懂得爱 其实是一种欣赏的态度 因为爱 你才能吸收更多积极和正能量 爱能扩大 让我们的心灵变得更强大 成为强大的自己 让你成为不纠结体质 这就是不纠结的人的第二个特点 我们来看看 不纠结的人的第三个特点 直面障碍 所谓障碍 也叫困难 麻烦 我们都不喜欢障碍 在面对障碍时 会本能地退缩 但书中有一句话 却很有智慧 是这样说的 没有任何事情会糟糕到 我们无法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 的确 在直面障碍时 我们不能回避 是需要正面面对的 面对它 就有机会战胜它 而且你会因此更强大 否则 那就是一个过不去的坎 书中举了海伦凯勒的例子 对 没错 就是那个写出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伟大女性 作者也非常欣赏她 海伦凯勒一岁半的时候 一场重病 夺去了她的视力和听力 没过多久 她又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 接二连三的遭遇 想必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 都是巨大的打击 如果是你 你怎么办 这个障碍就摆在这 要么打败她 要么被她打败 海伦凯勒没有胆怯放弃 也没有抱怨指责 更没有被恐惧和指责的负面能量困住 她选择直面生命赋予她的这些障碍 不然呢 都已经这样了 还能怎样 可是相比海伦凯勒如此巨大的打击 我们很多人却往往被极小的障碍困住 比如我们害怕失业 害怕孩子考不上好大学 害怕老去 我们抱怨社会不公平 抱怨收入太低 命不好 你看 直面障碍是一种多么难能可贵的心智啊 它可以帮助你从经历的磨难中学习 把障碍视为一种机会 不再因为障碍而纠结 下面我们再来看不纠结的人的第四个特点 积极行动 你可能会发现别人请求或要求你做的事 你大都会有不情愿的念头 但是自己主动想做的事就会很积极 既没有不情愿也没有不耐烦 我们还是拿海伦凯勒这位伟大女性举例 当他双目失明 双耳失聪时 他完全可以躲在自己的角落里 痛哭 懊恼 抱怨 甚至放弃 人们也都能理解 因为世界对他确实很不客气 但是海伦凯勒并没有这样 他选择了积极行动 他在老师的帮助下 吃力地学习盲语 适应这种既定的生活状态 遇到一个困难 就解决一个困难 积极行动 别的什么也不想 因为想也白想 只有行动才能带来改变 最终 他成了全世界尊敬的女性 说到这里 我来给你小结一下 这部分主要讲了 不纠结的人共有四个特点 宽容 懂得爱 直面障碍和积极行动 我们要学习不纠结的人 这四个特点 也可以说是四个优点 如果你能真正学会 相信你的生活中的纠结 将不复存在 不过可能又有人问了 书中讲得挺好 可听完就容易忘 有什么方便记住的办法吗 有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在 摆脱纠结的路上实践一番 学习这本书教给我们的 预防纠结的四步法 第一步叫做活在当下 享受你能感知的美好 活在当下 在时间线上 是区别于过去和未来的 我们每天在做事情的时候 大脑可不仅仅是在思考眼前的事 你会联想到过去 也会畅想未来 但因为过去的不可改变 你可能会懊悔和遗憾 而未来的不确定性 你又会产生恐惧 合起来就是纠结 所以只有把注意力放在前面 才可以让你既不挂念过去 也不沉浸未来 从纠结沉浸的情绪中抽离出来 每当纠结时 就想一想这样一个口诀 此时此刻 你面前是什么样的事情 你可以做什么样的选择 第二步运用黄金法则 黄金法则是社会心理学中 非常有名的一个人际交往法则 它是指你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 你就如何对待别人 也就是说 要站在对方的位置想一想 对方希望你怎么做 这会有效地帮助你 避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多角度思考问题 第三步 看清自己承担责任 冷静下来 问问你自己 你需要的是什么 你如何为你的选择负责 这前三个步骤 是为了让你看清楚一个三角关系 三角分别是 事实、对方和自己 思考问题应基于 这个三角关系的三个点 而不是局限于一点 如果你只考虑事实 不考虑对方和自己 那样会很没人情味 伤害人际关系 如果你只考虑对方 那属于讨好别人 委屈自己 而如果只考虑自己 这属于自私或者自责 只有把事实 对方和自己都考虑全 才能全方位看问题 心宽了 也就不纠结了 我们再看最后一步 他也是不纠结的人 优点之一 就是积极行动 请你记住这四步法 活在当下 黄金法则 看清自己 积极行动 虽然他听起来 一点也不高达上 但如果你能像公式一样 记住这四个步骤 你将彻底摆脱纠结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例子 来进一步感受一下 不纠结四步法的魔力 你可以带入自己 进入下面这个场景中 这天早上 在闹铃叮铃铃响了几次之后 带着浓浓的困意 你起床了 迎接你的 有两个孩子的起床 早饭 上学 上班打卡 客户的抱怨 上次的压力 下级的软抵抗 还有房贷保险 想着这么多烦心的事 你站在镜子前面 开始刷牙 这时 你老公因为昨晚熬夜了 想让你去做早饭 正在刷牙的你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忽然觉得 每天这样的生活 真的很无聊 你的大脑瞬间屏蔽掉 老公刚才发出的请求 你认为老公不做家务 不帮孩子起床 晚上看电视到很晚 早上做顿饭 还要让你来 这简直是忍无可忍 你的心情很糟糕 开始抱怨 指责丈夫挣钱少 给不了你和孩子 富足的生活 抱怨公婆 没帮你带孩子 你越来越情绪化 开始抱怨领导抠门 抱怨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 抱怨社会不公平 你越说越气愤 越说越大声 越说也越难听 这时 老公忽然大吼一声 你说够了没 你烦我也烦 这时 卧室里的两个孩子 听到你们的争吵 都哭了起来 你彻底崩溃了 内心纠结地 拧成一道麻花 这种情况很常见 生活化 糟糕的生活状态 确实容易让人情绪化 让人纠结 对吧 现在我们开始使用 不纠结的四步法 去解决这个麻烦 第一步 活在当下 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发生了什么 你在照镜子的时候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你看到了细微的皱纹 你开始担心未来 之后又陷入 对老公公婆同事的指责中 这属于对过去事情的追溯 但是 请你立刻抽离出来 我们用活在当下的思考据事 此时此刻 你面前是什么样的事情 你可以做什么样的选择 答案是很明显的 此时此刻 你早上起床 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是你最眼前的 是你老公说 想麻烦你做顿早饭 不论怎样 你要时刻提醒自己 现在周围情况是什么 现在要做什么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它将帮助我们 摆脱对过去的懊悔 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 让我们活在当下 解决眼前的问题 接下来 第二步 运用黄金法则思考据事 对方的需求是什么 你的老公需要你帮忙做饭 这时候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是你早上实在不爱起床 想让你老公帮忙做饭 而你老公如果对你也爱答不理 你什么感受 这样想一想 你就知道该怎么对待别人了 很简单吧 这就是黄金法则 任何关系都适用 最主要是你要想到这一步 下面第三步 看清自己承担责任 我们想一想 为什么你会在做顿早饭 这么一个生活小插曲上 引发了这么大的纠结呢 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其实女人永恒的需要 就是被关爱 因为这天早上 你自己心里想起了一系列糟糕的事情 看到了自己越来越差的皮肤 想到了孩子 老公 婆婆等等 你陷入到遗憾 恐惧和指责中 你需要的恰恰就是老公的关心和帮忙 但你有没有想过 即使你老公对你再熟悉 他也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你早上这一系列心理活动 他怎么可能猜得到 你的心结 如果你自己不会清晰完整地表达出来 别人凭什么要理解你呢 所以出于对自己负责 你应该主动跟老公沟通一下 哪怕简单唠叨几句 他也能进一步了解你当前的状态和想法 他如果知道你因为最近工作烦 孩子不听话 比较疲惫 是会帮你分担压力的 但如果你不说 又刚好赶上他想懒一懒 然后你在这边纠结发火 他只能在那边发懵 与人相处时 如果你心情不好 你有责任意识到自己怎么了 并且寻求沟通 要么请求帮助 要么告知对方 避免无厘头地伤害到对方 下面来到最后一步 积极行动 你试试主动跟老公聊聊你内心的纠结 结果一定比大吵一架要好 你可以这样说 老公 我觉得最近好累啊 刚看到我的皮肤也更糟了呢 心情和身体状态都不太好 今天你做早饭行不行 我想趁这个时间贴个面膜 休息休息好吗 当你这样清晰地表达之后 相信你老公是不会无动于衷的 他可能来拥抱一下 给你准备好早餐 然后亲自送孩子上学 是不是一切就进入了正向运转了呢 而且就算你老公实在不解风情 当你主动开口说出了自己心情不好的一瞬间 你也能感到心理压力被倾泻出去好多 这就是积极行动的魔力 它远比原地踏步更有效 这四步法到这里就学完了 还需要你再多多练习 跳出负面能量的纠缠 勇敢地做出选择 可能一开始不那么容易 但是一旦你有成功的体验了 你将亲历到不纠结带来的幸福体验 到这里你就已经学会 不纠结的世界 幸福人生的十二堂智慧课的全部精华内容 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们共学习了三部分内容 每部分四个知识点 也就构成了十二堂智慧幸福课 首先我们认识了原来导致我们纠结的常见的四种负面能量 分别是内疚 遗憾 恐惧和指责 为了摆脱负面能量 我们向不纠结的人去学习 他们身上有四个特点 分别是宽容 懂得爱 直面障碍 和积极行动 最后我们重点讲解了告别纠结的四步法 分别是活在当下 让我们的大脑从回想过去或想象未来中抽离出来 这将让你迅速清楚眼前的情况 运用黄金法则 就是明确他人需求 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 你就怎样对待别人 同时要看清自己的需求 既不讨好他人 也不委屈自己 对自己负责 最后要积极面对问题 敢于行动 只有行动才能带来改变 心理学中有一句话 看见即疗愈 也就是说 知道自己为什么纠结 这本身就是疗愈 当你知道了自己为什么纠结 看清了他 或许你就已经战胜了他 我们很多人的纠结就在于 想得太多 做得太少 还记得吗 不纠结的人 都是积极行动的人 所以想要告别纠结 赶紧行动起来吧 这本书的学习就到这里 期待与你在下本书相遇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